作者 杨国英 地方财政承压 压力开始传递 元旦刚过 上海浦东新区居民开始正式坐享自来水涨价 而且涨价幅度比较高 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综合水价大涨均超过20% 第三阶梯的综合水价更是暴涨超过50% 上海浦东自来水大涨 这是官网一个半月前正式发布 其实明确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上海浦东自来水大涨 仅仅是当下公共服务收费大涨的一个折射 据不完全统计 仅过去半年 自来水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城市就高达近30个 除了自来水之外 同属公共服务收费的电力 燃气 地铁公交等 当下地方政府要么过去一两年已经涨价 要么接下来存在较大的涨价预期 公共服务的大涨就是地方财政压力传递的明确信号 要知道 诸如经济强劲 财政稳健的浦东新区 面对财政压力的上升 现在都不得不大幅上调自来水价格 其他 全国超过90%财政稳健性 远远不如上海浦东的城市或区限 当下的财政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地方财政压力传递 传递到哪里 显见的 除了类似上海浦东提高自来水价格 以及部分城市通过提高电力 燃气 地铁公交等价格之外 还有 就是最近两年普遍性的公务人员降薪 这更是当下地方财政承压的显著标志 否则 怎么会向公务人员的薪酬动刀子呢 从2020初至2022年末 疫情三年 地方财政的压力可被倍增 而刚刚过去的2023年 受全球动荡 中美博弈的冲击 即便疫情已经结束 但是地方财政压力事实并没有明显的缓解 有一组数据可以显见当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2019年末 我们的地方债余额是21.3万亿 2023年11月末 我们的地方债余额是40.6万亿 如果在算上还未统计的12月份地方债发行 截止2023年末 我们的地方债余额肯定会突破41万亿 也就说 短短4年 我们的地方债余额增幅就已经翻了接近一倍 2023年末 地方债余额将突破41万亿 这还仅是规模庞大的地方债务的一部分 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的成头债 以及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担保的其他隐性债务 截止2023年末 我们地方政府的总债务规模超大代率会突破110万亿 要知道 这110万亿的地方政府总债务规模 尽管债务本金可以滚转 但是到期利息还是要结算的 平均利率 即便以3.5%算 今年发行地方债平均利率大幅降低至2.9% 我们的地方政府一年也需要长付近4万亿的债务利息 一年需要长付近4万亿的地方总债务利息 但是 我们地方财政收入事实却没有大幅好转 地方财政收入 一般可以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税收收入直接与各种类型的企事业单位的效益 直接或间接相关 非税收入 历年的大头是土地出让收入 从已经披露的地方税收收入看 2023年初看勉强还行 但是 一旦剔除2022年大规模增值税流底退税因素导致的低基数因素 2023年作为一后复苏的第一年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事实还是乏力的 从以土地出让为大头的地方非税收入看 2023年多数城市的土地出让是下降的 个别能够维持的 也主要是靠地方国有开发公司购入 无论是基于地方财政承压的现状 还是基于地方财政收支的预期可能性 现阶段以及未来中期内 我们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均是巨大的 地方财政压力巨大 宏观经济的预期又不甚乐观 所以当下地方政府只能在可控领域 一边降低支出 比如公务人员降薪 一边增加收入 比如上调公共服务价格 现在多数地方政府已经扛不住了 但是扛不住 也得扛至少未来两年经济维稳的主力军 依然要靠 也只能靠地方政府